那我现在点个餐好了 使用麦当劳自助点餐机 轻松点完要吃的餐点 上头界面是俄文 但俄罗斯的麦当劳先前传出加入抵制行列 TVBS透过一具当地的高先生镜头 直击部分麦当劳其实还在营业 最后其实 其实它也不是全部关 然后我在的地方的话 它是几乎都没有关 更多的是经济 经济在那个 就是依靠经济的手段去得到自己的经济利益 因为关掉的全是直营店 加盟店一样开门 但当地民众对于这次爆发乌俄战争 正反似乎都有拥护者 据许高先生认为 会上街反战的多是年轻人 也有人因此被带进警局 但居留个一两天就会被释放 另外传出俄罗斯军队将从基辅撤离 高先生说没有听到消息 而战争对于通膨来讲 还算合理范围 战争之下的俄罗斯人生活看似一切如常 只是战场在乌克兰 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只盼望战争尽速落幕 TVBS新闻刘立成 徐云庭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